近一个月,中共遭遇一系列军事挫折,包括卓州的军事设施因洪水受损 无人机人工智能学习数据遭到破坏 093型核潜艇的秘密事故,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被黑 可以说共军号称的各种大杀器都成了豆腐渣 根据9月1日来自中央军委的秘密情报 卓州三大河流,琉璃河、巨马河和大清河的河堤在8月初被决堤 此事导致卓州及周边区域的多处军事基地遭受损失 尤其是82集团军所在地 此地的装甲部队、弹药库、后勤仓库以及海军新兵制服仓库均被洪水冲刷 卓州的空军基地同样损失严重 其中第六飞行学院损失最为突出 这里的无人机单位与其关联设备 还有间谍气球队也受到了影响 另外,卓州大石桥新成立的战略侦察部队也受到了重创 几乎所有装备都受损 仅有人员得以安全 这支部队负责战略侦察、电子对抗和网络作战等 鉴于此次重大损失 军方正在申请追加资金以维护和补充装备 在9月2日,一个清单详细列出了河北保定82集团军 及其下属单位的详细编号和位置 其中包括一些连级单位的信息 而且据称,该信息来自中央军委 在共军的体系中 总参通常指挥到军级单位 各大战区指挥到师级单位 连级单位都是团级进行指挥 这下可好 某些尖子连队竟然是直接受控于中央军委 番号和部署,连集团军的上层都不知道 这可吓坏了军队高层 起码第82集团军的团以上的干部都战战兢兢 都知道下面有哪些连队是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随时可以要他们的脑袋 这种越级的指挥体系起源于毛泽东时代 其目的是确保军队高层可以直接干预前线 避免任何可能的叛变 习近平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体制 据说他手头有一本小册子 详细记录了可直接控制的部队的番号和名称 还有部署 此外 习近平还采用了层层制约的策略 用卫戍部队监控北京武警 用82集团军控制卫戍部队 更为令人震撼的是 核潜艇甚至被用来制约82集团军 82集团军的人员和配备 它所覆盖的区域超过了小城市级别 共军潜艇部队要威慑这种集团军编制的话 必须使用核武 可以看出来 军队有点反叛就抓起来 控制权力再高一点 直接用警卫连把你干掉 如果你整支军队策反 就是一颗核导弹在你头上轰爆 整个宜平你 由于这次情报的泄露 使得中共的第82集团军面临美军的直接威胁 其主要单位如昌平的高炮营和两个装甲师的位置都被暴露了 今后还有其他的集团军的信息会被披露 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议论纷纷 到了9月4日 重大消息再次传出 卓州航校这个中共无人机部队的核心 在罕见的731大规模洪灾中 实验数据和关键电脑机房全部被洪水清洗 卓州航校是查打一体无人机的全国培训基地 负责攻一翼龙一 攻二翼龙二 攻十一利剑 真7 真8 真X10 TB001腾电 BZK008 以及歼6改无人机的飞行培训 这里不仅是查打一体无人机部队的总部 也是中共空军中最重要的AI无人机训练基地 中共将推移歼6 也就是米格19的改版 改造为无人机 用AI系统对其进行训练 然而 这次洪灾让他们花费巨子打造的 AI训练系统遭受重创 全部飞行学习数据在这次洪灾中全都泡汤 损失达到4亿人民币 一切都得推倒重来 此外 用于远程操控无人机的卫星系统也受到浸泡 其远程操纵功能目前已经瘫痪 为了恢复 中共需要再次投入巨资 进行通讯协议升级和数据重建 这场洪灾打破了中共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发展步伐 在全球无人机技术竞赛中 共军遭遇重大挫败 8月21日清晨8点30分 黄海掩藏了悲剧的开端 编号417的093型核潜艇此前沿着一条蜿蜒复杂的路线 从青岛穿越诸多海域 最后抵达这片宁静的大海 在执行一项不为人知的任务时 它意外被一个标毛铁链挂住 标毛铁链勾挂是共军的发明 就是在海底打上若干的金属桩 互相之间用长达几百米的金属链条连接 时间久了之后 上面挂满了水草啊 中共就说 这是他们的海带 专门勾美国的核潜艇 可是这次 没想到共军自己的核潜艇却中了招 核潜艇舰长决定采取紧急行动 一名潜水员身背四罐气体 其中一罐是用于呼吸的压缩空气 另外三罐则装有氢气 氧气和天然气 进行水下切割 任务似乎圆满完成 然而 当这名军事级别的潜水员敲打舱门想返回潜艇 但潜艇内部却丝毫没有反应 在生命的关键时刻 它违反了潜艇的严格规定 选择上浮 左右1400米远 有两艘按照命令在规定的海域执行观察任务的护卫舰 他们立即对潜水员进行了营救 当潜水员被附近的护卫舰营救上来后 护卫舰试图与潜艇建立联系 但回应的只有寂静 紧急之下 他们向连云港机场求助 然而 当时的恶劣气候限制了直升机的起飞 直到气候稍有好转 一架直升机才带着一台大功率的吹气泵飞到施发海域 伴随着护卫舰挖人的冒险前行 吹气泵与潜艇管道成功接通潜艇 让潜艇的福利增加 但是由于核潜艇的无轴泵推进系统可能吸入了异物 影响了上浮的能力 因此在被抢救的过程中 潜艇的上浮非常缓慢 到最后 潜艇浮上水面 打开舱门一看 所有船员均已失去生命迹象 自早上8点30到下午2点的6个小时 美军的卫星一直在高空中无声地注视着这片海域 有理由相信 他们很可能截获了此次事件的相关通信 中国通过其卫星监测系统窒息了美军的监视 因双方都拥有监测对方卫星的能力 唯一的幸存潜水员多次尝试自杀或自残 目前被严格监视 黑匣子的内容已被解密 转换为可以解析和分析的数字信号 不过相关分析报告上去时日 现在的很多情报都是来自潜水员写的报告 经法医解剖 潜艇上的所有人都有刘化清中毒的迹象 调查发现该核潜艇并未装备荧光检测装置 因此刘化清没有能被检测出来 也就没有发出警报 那么刘化清是怎么进入空气循环系统的呢 初步推断操作失误导致天然气和氧气管道错接 造成有毒气体泄漏 而缺乏检测装置 使得船员无法得知危险降临 直到事态严重 093型417件事件中 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细节 潜水员携带的旗带并不是他平常使用的那根 所携带的切割气体比例也与常规不符 本来按规定应有两名潜水员同时下潜 一人在旁边守护 另一人负责切割 但是当时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在潜艇外面 这里是否有外部干预 潜艇的通讯代码是否被外部势力获取 内部是否有特务或内控 所有这些疑点都需要黑匣子的解密来回答 其他军方消息来源也指出 习近平仍在空中 还没到南非呢 就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句话就是高度保密 等他回来处理 可是没等几个小时 海外自媒体就把093型417核潜艇的机密信息披露 习主席对此表示极度不满 强调要彻查事情原委 并找出泄露信息的特务 陆军对此反应强烈 他们坚称 这些泄露出去的全部是潜艇的机密 我们陆军并不知情 很有可能是海军出了问题 而海军则反驳说 潜艇人员日常在深海执行任务 与外界几乎无接触 上岸后也保持低调 机密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具体的军事装备不持有太多信息的国防部 也插话称 机密泄露与我们无关 我们的部门不可能有此类行为 后来中共想借日本海鲜 核废水排放这个事 把核潜艇的泄露的事情给淡化 不让中国老百姓去关注这个事情 没想到这些军人家属 发现自己的亲人应该回来休假 却没有回家 到时候打听消息 核潜艇出事有点盖不住了 中南海的高墙内 当权者感到了无法避免的风波 他们深知 如果军方公开否认 将带来巨大的反噬 那些失去生命的官兵 他们的家属 战友和知情者 需要一个正式的身份 一个追悼的仪式 及其应得的赔偿 于是政府开始巧妙地操作 墙内的信息传递 竟然变得异常通畅 一篇关于连云港核潜艇事件的文章 在微信上被疯狂地转载 好像突然之间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传播此事 而不必担心被封杀 这篇小作文透露 55名官兵已不幸遇难 而死因是由于技术问题而废人为 实检报告揭示 官兵们似乎遭受了刘化青中毒 初期的事故报告 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才能搞出来 这并非官方的正式声明 而是一条故意释放的小道消息 暗示公众 确有此事 但详情尚在进一步调查 中国高层现在处于被动状态 接近20名未来的舰长 不幸丧生 这对习近平未来的行动计划 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军其他潜艇的航线和时间安排 也必须重新规划 这对军事资源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此次机密泄漏 无疑使中共倍感压力 其内部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了 不稳定的迹象和恐慌情绪 结果这次习近平从南非回来 根本就没有降落北京 直接跑到新疆去了 因为他觉得北京不安全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出访回来 没有直接回北京 在过去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 一次都没有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对海外自媒体揭露出来的以上真相 发动国内自媒体进行攻击 实际上把事态扩大 随着死难者家属的呐喊 国际上某国势力已递交了攻函 要求介入核泄漏的调查 尽管目前看来 事故造成大规模核泄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的核侦察机已在连银港附近进行数据采集 若真是核泄漏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应将是强颜无比 另一消息称中共秘密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基地被黑客攻击 西北工大长期致力于开发与美国的X-43A相抗衡的高超音速导弹 号称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 但自2022年起项目关键资料不翼而飞 东风时期和东风二时期的技术文件被删 所有的高超音速研制资料 图纸数据被盗 不留痕迹 初步评估指出 西北工大曾通过特定渠道在美国购买导弹芯片 可能已被美国监视 此次泄密 使得西北工大多年研究成果化为乌有 高超音速导弹项目或许重头再来 但也有人猜测 这可能是中共的掩饰手法 实际上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和内部问题 导致项目进展缓慢 而选择将原因归咎于被黑 以上我们所分析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揭示一个核心事实 着重洪灾对军事库存的影响 82集团军的部署信息泄漏 核潜艇事故 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项目遭到黑客攻击 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似乎在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 天意并不偏向中共 中国最近流行的一句金句 中共气数已尽 仿佛正为这一系列事件做出最好的注解 中共曾把核潜艇视为在美国家门口叫阵的王牌 然而现在 将近20名精心培养的舰长 在核潜艇事故中损失殆尽 共军还能拿什么与美国一较高下 中共的末日已经悄悄到来 目前 82集团军的部署已经暴露在世界的面前 更多的军事机密或许还将浮出水面 这次的泄露也暴露了习近平过去几年内布置的连长亲信 一些高级军官可能会对这些被暴露的连长采取行动 这样的内斗使中共军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家属们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遭遇不幸 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 共军官兵为中共战斗意愿大打折扣 再者 高超音速导弹 人工智能飞行器等 所谓的中共先进项目 现在看来也不再稳固 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 中共已经步入了下坡路 在国际上失去了微信 在国内也饱受挑战